這個筆稍微順著那個絲就可以圓了 不是手指頭再轉 順著那個筆往前進的方向 手腕要靈活 長風是為了要產生那種摩擦的那種 效果 摩擦的效果 你說你為什麼不寫文化 我就偏偏不寫文化 我就不想跟你 那你說他的筆順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沒看過他寫 我只是懶惰 我覺得把這些文化都寫完不是很方便嗎 一定有人要罵我 亂交 你管我 我就喜歡這樣 這不是犯法 這寫個字而已 你要這樣寫 你要那樣寫有那麼嚴重嗎 你寫你的 我寫我的 沒有那麼嚴重 拉長一點 其實有些時候我還真的 想想我還真的蠻故意的 就偏偏故意跟你不一樣 這個碼的偏旁 我覺得他寫的有點擠啊 有點擠 所以這裡的縫隙都動眼都不見了 有點可惜 不過這個我們都講這叫俠不掩餘啊 但是如果你在創作 絕對不要這樣創作 不要把它弄到動眼都不見 我還是保留著 什麼時候你可以像他這樣子呢 就是你變成大書寶家的時候 你怎麼做都可以 在你沒有成為偉大書寶家之前 請你盡量做一般人能接受的 你看我這裡 盡量留他動眼 那你說 他一直暈開耶 怎麼辦 哎呦 你怎麼那麼笨 那麼老實啊 他一直暈開 你不會吸一下 你這樣就不會了嘛 不要那麼老實啊 寫字沒有人在看你寫 人家一直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不要管這個滋味末節的事情 這往上往下有那麼重要嗎 沒有啦 其實有時候東西都不重要 很多人都專注在那個小細節 然後那個重要的細節他都不理 比比中風 比比中風 人家也沒有比比中風 人家也是想辦法做出漂亮的位置 這個往上 這往下 你看到破破爛爛你就會發現 你兩個破爛的方式不太一樣 表示那韻比有可能不一樣 不要遲滯哦 不要為了要做效果用比遲滯 比在拉動啊 會有一定的速度 好 旁邊這個 角絲旁畫圈圈 左邊 右邊 右邊 再畫再補 不用一次畫完啦 一次畫很難畫的 接著要接得漂亮就好 所謂的漂亮不是天衣無縫哦 有時候我們在接的時候還會故意接得有點破綻 破綻那是故意的哦 為什麼 因為接得太好會像電腦 好像那個美術設計字一樣 烙印的這樣 看起來就覺得不自然 所以你仔細看那個 清朝的書 加在寫傳書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 看起來 每次都不是很完美 這是故意的 那如果是清朝的碑刻啊 就每一個字接縫都很完美 那是設計出來的 所以清朝人不玩 不玩那一套 雖然它是從鑽 書是從那個時代 但是因為材質改變了嘛 現在是用毛筆鞋 以前是刻在石頭上 兩者不同 所以鞋法本來就不同 我每次大家都在注意 角度有沒有不一樣 那這個呢 這個我覺得它是推的 因為上面這裡比較寬 然後這個筆就順勢上去 我覺得它推上去 我還是覺得有點糊塗比較好看 不要真的寫的是什麼橫平樹枝啊 那個字眼害了很多人 旁邊有點 醉化沙可以 但中間不能虛 中間虛掉就完了 旁邊可以虛啊 中間不要虛 這個啊 如果是這個我會主張 先把中間寫完 中間寫完 這個啊 這感覺是推上去的吧 破破的有點像 其實那個的小細節 原則就是不太一樣就好 推上去 這邊應該沒有折 這邊有折一個 這邊沒有折 所以這個兩邊不一樣大 不要寫兩邊對稱 推上去 要推上去 好 最喜歡這種密密麻麻的字 感覺最好寫的是這一種 最討厭的筆畫少 要少的最容易出錯 有點弧度 這邊密度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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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這邊的環節 密度 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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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不太多 這個我等一下再拉 知道為什麼了吧 你看那麼多次 又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怕拉不準 我怕拉不準 當然你如果拉得很準 你就直接拉了 寫字方法很多 不用执著 我這一種方法 這只是一家之眼 一家之眼就聽 你覺得好用就用 覺得不好用就不要用 你作品也不用跟他解釋說你怎麼做的 等一下只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從頭到尾不會問你怎麼做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再寫 寫長 一般講說我們 傳書啊 就是 4比6啊 或3比7啊 那種寬高比啊 這個字已經 怎麼看你都沒得比啊 它就是扁的 我覺得它有點弧度了 我覺得它有點弧度了 嗯 就讓它保持這個弧度 好 月 月也看不出來 這個 我也看不太出來 我只知道 稍微接一點 那你這個要不要先寫都可以 這看起來 哪一筆先寫都沒有關係 哪一筆先寫都沒有關係 光 左右對稱先寫 左邊 右邊 右邊 這跳得很平 這裡有抽肩 向左推 向右拉 推 這裡看起來比較飽滿 應該要重新轉目 應該要重新轉目